哈马斯领导人辛瓦的兄弟莫罕默德坐车行经的看起来像是公路隧道 但实际大有文章 这条地道其实是以色列至今为止发现规模最大的哈马斯地道 以色列军方还带着国际媒体记者一探究竟 进入这条金属桶状的入口 空间达到三个人并肩绰绰有余 原型结构的地道最高跟最宽处都有三公尺 足以容纳一辆小型车辆通过 地道斜着往下山入地底50公尺 整个网状系统四公里长 入口处是1.5公尺厚的金属 内部是钢筋混凝土结构 通风排水电力设施一应俱全 尽管发现重要地道 以色列还是相信这只是哈马斯耗资上百万美元打造的系统中的冰山一角 以色列又发现哈马斯的地道入口就藏在无辜百姓家中的婴儿房 还在另外一栋建筑物里发现写在白布上的斗大SOS求救标语 怀疑这里就是关押三名人质的处所 但是他们后来不幸被以军物籍身亡 TV全赞不倒